Hello,大家好,我是劳卡 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事儿吧 就是文艺圈吧 这个算是性丑闻呢还是什么的 这个现在这事儿呢 好像是越演越厉 发酵了不少 其实原来也有不少 就是什么无锈钩什么的 一开始就有 其实我真的想好好说一说这个事儿 现在呢又是 吴亦凡前锋过尊 首先啊我强调两点啊 第一任何事儿就是作为一个守法公民吧 一切都得在守法尊法的基础上进行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你不管有多少钱有多少势力 实际是你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这是在法律框架下必须遵守的 所以说呢 这个呢就不用讨论了 就是你犯法了 你必然受到法律制裁 这就是下 在法律上面呢 还有一个是道德 这个稍微有点复杂了 其实我多少有点地处 因为我觉得就是整个的气氛是过于拿道德去绑架 这个吧怎么说呢 每个人道德底线不同 而且呢你用不同的底线去评论各自的事情吧 这个呢相对来说呢就有点捆绑人 但是总体来说一个大家公认的道德底线还是应该有的 起码是你突破了这个大家公认的道德底线 说明你这个人品不怎么样 有问题 你能保证在一定的道德规范下 大众的规范下 我觉得说明你起码这个人还算是有良知比较好的 出了道德这个底线 如果你是一个公众人物 你也会得到相应的报应 因为既然是公众人物 尤其现在这个商品时代 因为这个流量啊或者是你这个人气 会给你造成很多的价值 你会攫取很多的价值 我今天为什么说这个呢 就像吴秋波 我觉得确实人家长得好看啊 大叔形象多好啊 胡子拉叉的 唱歌唱的也好 演戏我觉得也确实不错 反正我还是挺爱看的 但是呢有些事造成了 他我估计想出来也很难 我就说从他的历史来说吧 他家应该是超于正常人家的 就是外交部的吧 而且呢他的哥哥什么都非常优秀 他的兄弟姐妹吧 他呢从小应该就算是一个另类 他年轻时候他的女朋友是死于吸毒 他女朋友死于吸毒 他呢是混聚于哥巴的一个医哥 因为年轻时候就帅嘛 唱歌也好嘛 按照正常说吧 就是标准的一个浪子 而且人家是有一定能耐的浪子 那你想让他怎么好呢 或者是怎么按大众的标准好呢 其实从骨子里我觉得啊 人家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 还有哈我更想说的是 这玩意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有些人确实是就是没命的往上贴 人家就是放浪不羁的人 其实这个说了吧 到底谁拥有谁 我觉得谁占有谁 这个怎么说呀 这是按中国传统的就是男人占有女人 我觉得咱再说吧 就是那些女影星怎么的就好了吗 我不是诋毁他就知道哈 刘晓庆 徐静雷 这些人不也一样吗 我个人认为其实都是半斤八两 我觉得一方面是 到底是谁在诱惑谁 我现在想强调的实际是一个 整个的社会气氛 社会的氛围 我个人觉得啊 就是中国把这些流量啊 影星捧得太高 挣钱太容易 而且造成一个社会的氛围 就是挣钱 就是很多人不是本本分分 过自己该有的生活 都妄想不劳而获 而且获得的更多 靠这些下散烂 我觉得算是下散烂吧 靠这些手段 或者这些就是不太好的能力 赚取自己的钱 这是整个一个社会的教育 和家庭教育 一个不良的结果 我觉得是这样 这么说吧 我觉得漂亮的女孩 其实本身来说 这是你父母给你的优势 上天给你的恩赐 真的很佩服那些 本来可以靠脸吃饭的人 人家确实靠的是能力 这样的人也大把的在 这才是人间正道 我觉得漂亮 其实是你的优势 但是不是你不劳而获的优势 而且不是说你非得靠这张脸去混生活 当然年纪轻轻 你有这个优势 如果你确实是有演戏的天分 但是其实演戏并不光靠脸 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个天分的 但是往往就忽略了别的 就觉得漂亮就这个优势 我就怎么用这个优势 帮个大款 或者是通过什么渠道 就是一演戏我就能发家了 或者是一飞冲天了 肯定有这样 归根结底就是年轻人这个教育 我觉得我倒是挺支持国家现在管的 这个事吧 即便是在国外 他为啥不可国外挣钱也不是那么容易呢 国外的流量影星还真的没中国挣得多 所以都一堆堆的往中国跑 为啥呀 中国好挣钱 好挣钱的原因根基是啥 有一群脑残粉 我真的是这么认为 这个导向起码我个人认为是有问题的 整的就是中性化呀 或者是一点没有阳刚气呀 实际是在毒害整个的一代的青少年 所以说呢 我真的是非常支持国家现在长治这些 而且呢 应该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娱乐导向 在国外正常 真的是没有那么多的死忠粉 而且呢 大家都很自信 都各过各的 我个人认为 你别看是Lady Gaga呀 包括那个死的是 麦克尔·杰克逊呢 他这样的 其实他也有些丑闻 但是事实证明实际 不完全是那么回事 而且人家确实就都 在行为规范上是有些标信利益 但是呢 他们在大众理念上 或者是这种价值观上啊 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其实还真的是在基础道德这个水准线上 或者是更高 今天呢 就是胡乱说一些我的想法 只是对中国现行的这个状态 说一下我自己的意见 而且呢 我也投过赞成票 虽然也没什么用 今天就把我到这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